上级长官 来电 念 闪电 来电收息 甚为 你们此次敌后奔袭 那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你们不仅要彻底摧毁 日寇准备西渡黄河的武器弹药 与粮草资重 更重要的是 这对于提升我国 全民抗战到底的士气 实属关键是关键 因此说 你们这次行动意义非凡 远在重庆的上级领导 对这次行动极为关注 他亲笔签署了电令 电令全部内容只有八个字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未经许可不许失败 大元 放开 冲剧 女士 组长 速冲 组里 公元 小伙 小伙 怎么就没有 别 别商量啊 别商量 别商量 那打鬼能有什么不对啊 对吧 为什么 你就得给这枪 对不对 什么本事 像啥道理 咋的了 你们瞅瞅啥呢 我哥来了 让我哥给评评理 评就评 那还不详心嘞 他管缝得胳膊皱 还能像歪怪了 哥 这个是刘始村的二柱子 二柱子 把你的来意跟我哥说说 官方大哥 俺就实话实说了 日本鬼子的飞机 不光炸了你们村 也炸了俺们村 二十一口子老人和小孩 全都葬身火海 好几家都绝户了 这日本鬼子 也算是在刘始村 留下血债了 后来 听说您拉队伍树大旗 和鬼子拼命 打的鬼子鬼狗狼好 俺们听了 是又解气又眼馋 俺们想向你们学习 也搞这样一家抗日赶死队 不过 咱现在要啥没啥 这不 大伙一商量 就想过来找你借几把枪 俺明白了 首先啊 俺得谢谢你们 刘始村的父老乡亲 能这么看得起俺官方 也对你们 要跟小鬼子血拼的勇气 表示钦佩和敬意 官方大哥 这都是因为 你为俺们做了一个 看得见摩托朝的表率 俺们才敢迈出这一步 林秀 你是啥意思啊 我觉得 啥借不借的 咱们给 大大方方的给 为啥啊 大道理我不会说 但我知道 杀鬼子光靠咱们几个 肯定不够 人人杀鬼子那是好事 众人石柴火焰高吗 九哥 你又为啥不同意呢 那 那不是不同意 那只是觉得 觉得真 不 九哥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好不容易得来的 枪支弹药 这也不是从大道上 捡来的是不是 对着呢 你说 咱这枪 都是把闹在别的苦药袋上 从孝贵的兽礼夺过来 不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这么难得来的枪支弹药 白白地送人 有点亏的话 对着呢 就说大法兄弟吧 当时他的枪 还给咱 开了三十个大洋的家门呢 九哥 你少拿我说事 你看去 不拿你说声 拿谁说声呢 那我最后 不是连人带枪 都献给咱抗日干死队了吗 你不献 你不献 你不献可得行啊 你把人官方 娶媳妇攒的白面膜 都给吃了 你不献 你不献我都得让你吐出来 九哥 是这意思吧 对着呢 小泥丘刚才说得对 打鬼子呀 不能光靠咱们几个 那人认打鬼子 才是好事呢 众人时宅火焰高嘛 俺再添一句 人心旗 泰山仪 好 二路兄弟啊 我们的枪啊 你随便挑随便选 想要哪支要哪支 想要多少支 俺给你多少支 真的 谢谢关锋大哥 先别忙着谢 另外啊 俺再派大阀兄弟 帮你们训练训练 派他干啥去啊 滑正部啊 大牙哥 那档的事你就别再提了 这回啊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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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华 说说 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怕 真是太可怕了 昨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昨天晚上 大概在一两点钟的样子 我请出去接手 有 recommend ony 一极 一枝 з 我 第一 隆 特 因为我 我 快帮你来 走 走 情况就是这些 夏娃 谢谢你 谢我 谢谢你 帮我们保住了电台 如果我们没有电台 就会成为笼子和瞎子 我是豹五元 电台是我的生命 好好休息 小花 我再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你有听见那两声枪响吗 两声枪响 我没听见 没听见 没有 可能当时我已经昏了吧 休息吧 哦 哥 咋了 咋了你不知道 你说咋了 不知道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大方了 俺怎么就大方啊 就那枪 我的意思是说 给他们几支就行了 你可倒好 还喜欢哪支给哪支 喜欢多少给多少 你这不知道 大方叫什么呀 心疼了 废话 把我那支都挑走了 疼得我差点哭了 哭了 瞧你那点出息 大老爷们的 流血不流泪 知道吗 说得精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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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心疼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哥向你保证 俺从小鬼子那儿啊 再给你夺一把更好的 真的啊 那呢 我想要哪支给我夺哪支啊 嗯 那我想要那艇歪把子 你才多大个人啊 你还歪把子 你扛得动吗你 你抢得来 我就扛得动 行 我这下子 还得动吗 你帮忙呢 你帮忙 我帮忙 没想啥 这筒线弄得滑滑的 还说没想啥 谁信 肯定没有 崔岐头 冯寡妇 没想啊 之前想过 还打算过你 怎么打算的呀 等打造了日本柜子 我就把冯寡妇 明媒真去得去回家 你说咱壮家人 图咋你 不就图一个亮目低 你投牛 老婆孩子惹筐头吗 你说的这些 是我金大雅的梦啊 也是我求救的梦 生过求救家祖祖辈辈的梦啊 生过求救家祖祖辈辈的梦啊 特派员 我都调查过了 昨天晚上咱们没有人开枪 是每个人都问过的吗 是 全队三十人员 我都问过了 有谁听到了什么动静 也没有 这就起了 这两枪 到底是谁开的 闪电小队 准备今日五月十二点 下日军五号基地 发动攻击 当否 请指示 五月十二点 这是日军的阴谋 日军的阴谋 日军的阴谋 对 据我们内线的情报 日军准备吸毒黄河的丹氧滋中 并没有存放在化工厂 什么 没有存放在化工厂 没有存放在化工厂 什么 那他们去 不就扑空了吗 只是扑空就好了 那儿 极有可能是吸引他们过去的险枪 那咱们得想办法 赶快通知他们 可他们现在也不在哪儿啊 我们一无所知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中国军人的鲜血 已经多得够多了 都管怎么样 我们和他们 都是抗弩运作 土兵战线 旗帜下的优区 绝不能见此不及 孙悦 到 几个队伍出发 上级长官回殿 念 一助成功 进入 弟兄们 上去 我只说这么几句话 五十里山路 必须三小时之内赶到 为了我们死难的桃泽兄弟 也为了我们的父老乡亲 更为了不让我们中国人当王国奴 我们必须杀出中国军人的血迹来 和ulsive 不能防此三小时之内 第一次 是 看看 κ 在这边 沙子 膀 师队 你整这玩意儿威力挺大呀 小鬼子来犯 咱们就炸了个人羊马犯 师队 你是咋琢磨出来的呀 哪也都是瞎琢磨的 这还瞎琢磨呢 俺算是看出来了 只要有恒心的 铁杵都弄不过成真 好样的 师队 如果大伙都像你这么瞎琢磨 那咱们很快就能炸小鬼子的浦州机场 你说的小鬼子的飞机啊 俺恨的牙跟痒痒 炸鬼子的浦州机场 那是早晚的事 行 回头啊 咱就发动大伙 瞎琢磨 你可不笑 你可不笑你 你可不笑你 你可不敢踢我你 冠伯哥 晓妮秀 你俩给俺这玩意儿洗个名呗 起 以后咱拾起来方便 哎呀 那起啊 还得响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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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想想啊 我想到一个 啥 霹雳火 霹雳火 霹雳火爆 咋不好了 霹雳火 霹雳火爆 多响亮啊 响亮倒是挺响亮的 怕老百姓听不懂啊 那你就叫雷公 还贴母校呢 也不好 听起来像闹鬼一样 是你让七年呢 现在又这个不好 那个不行 你到底想咋的 一眼看哪 就叫 连环雷吧 既好听又上口 连环雷 真好 就叫连环雷 我来不可以 他叫我 我来了 黄狗 他叫我 他叫我 我叫他叫你 他叫他叫你 我叫你 他叫他叫他 他叫他叫他 这位脚下 跟上 快 跟上 快 快 这位脚下 快 教官 你还行吗 行 把电台给我 你歇一歇 不用 如果我让你 把你的枪给我 你给吗 我是担心你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快去指挥队伍吧 好 跟上 你说啥 府中城里的小鬼子 突然集合了 看得清清楚楚 一百多号的人哪 光中击一枪就有两手 小鬼子突然集合这么多人 到底要干什么呢 你俩不要再看时间了 你俩不要再看时间了 报告大人长 队友早已集合完地 你们俩过来 你们看看 我下的这盘棋 是白方赢啊 还是黑方胜啊 你们是不是在判断 我是白棋 还是黑子啊 你们是想投棋所好 说些阿谀奉承的话 对不对 常 你先说 大队长 我 请直接回答我的话 背纸 背纸不懂围棋 我 我一看棋盘上 白白黑黑一片一片的 我头草就晕了 不懂围棋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推托之词 好了 既然你不懂 我就不为难你了 你刚才说什么 队伍早已集合完毕 请您 好 咱们走 哥 哥 你干吗这样 俺去看看鬼子动静 早发现情况早到人备 没等鬼子进村了 咱们再发现就来不及了 从咱们这儿到城里可不进啊 俺起码去 我跟你一块儿去 不用 我就要跟你一块儿去 俺说不用就不用了嘛 什么废话 爸 不是 那小祖栋 你这大男人 你咋说哭就哭啊 行行行行行 行了行了 别哭了别哭了 你看一起去 说算话 算了算了算了 你这小子真能装呢 只要你让我去你叫啥都行 赶紧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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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你带第二小组 等第一小组完成任务后 扛着炸药 迅速进入化工厂的厂房和仓库 将劣质炸药安放在那里 然后实行爆破 是 三组 有 你带第三小组 恶守住这块山坡的阵地 带一二组完成任务后 掩护他们从这里撤退 是 那我呢 你跟我紧随第一小组之后 进入五号基地 近距离指挥 这真是一个绝佳的方案 特派员 您真是一个军事天才 哪来那么多废话 马上下官官报告 攻击时间 第十二年 是 最后 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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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共 一共 一共 报告大队长 夜处几天 给他给我 飞蛾偷火 把现在的行动速度 恐怕我是来不及的 保护前进 保护前进 快 这个梦铁锤 净能假情网 啥假情报啊 他说鬼子集合了一百多号人 光中机枪就凉挺 可人呢 再连个鬼子毛都没见着 咱没看见 不代表鬼子就没集合呀 人过留生 艳过留影 鬼子集合那么多号人 总得要干点什么吧 是啊 他们想干啥呢 他们想干啥呢 这就是你出其不义 攻其不备的效果 现在说效果还为时过走 等到日军的军补仓库炸了 那才是无药的效果 快 快 快 跟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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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火都累了 是不是可以休息一下 行 必须正分多秒 再加快 哥 这都后半夜了 要不咱回去吧 怎么着 你还真想在这耗到天亮啊 不搞清楚小鬼子要干啥 不搞清楚小鬼子要干啥 俺就是回去了也睡不着啊 还有二十分钟 特派元姐姐 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我能不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啊 私人问题 你问吧 你这么精明能干 堪称是女中豪杰 同时 你又长得这么漂亮 我想知道 你心中有没有白马王子 意中人啊 你怎么想的这个 因为 因为我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啊 大战在即 你还有心心想这个 越是大战在即 我就越想 万一我要是被日本鬼子的子弹击中 让我追随了孙先生而去呢 到那个时候再想 不就来不及了吗 好 我告诉你 白马王子和玉中人 我都遇到了 可后来 他们又都被我 一一拒之门外 拒之门外 为什么拒之门外啊 我是一名军人 军人每天面对的就是 死亡 按我的命令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许开枪 这一次 我要把他们全部 抓活的 是 购金的时间到了 按哪分工 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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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些中国军人正在一步步走向 我为他们设计的死亡陷阱 我们埋伏的人 是不是可以开始设计了 不 不 不 我不是说过了吗 这次要等他们统统钻进我的网子里 抓活的吗 那 那他们要是负于顽抗 拒不投降呢 那再彻底消灭他们 不行 这真是老天爷 祝您成功啊 但也如此吧 不能再犹豫了 必须赶快通知他们撤出来 我们怎么通知啊 是谁打枪 是谁在打枪 是谁在打枪 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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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声是从老化工厂方向传来的 老化工厂 在小日本打来之前 南山脚下不是有座化工厂吗 鬼子占领浦州城之后 就利用了那儿的厂房和仓库 里面专买了枪支弹药 你咋知道的 咋知道以后再说 哥 咱们快上马去化工厂 走 对 你咋知道 快去 你咋知道 快来 就是 或许 小狗 狗大人给你骗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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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他们受到鬼子的两边夹击 快要全军覆没了 你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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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把天的火力和兵力田吸引过来 你也要放退 是 打 你 是谁来救他们了 肯定是中共游击队 中共游击队 报告大队长 突袭我们的人是中共游击队 中共游击队 有没有搞错 从战斗力上看绝对没错 马上组织兵力 将他们全部删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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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远货 快走 我去刑警的火力 一定要找他 你拉我去 死者命令 别走 死者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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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红了 冰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